位在嘉义市西区的大鼎冷链 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企业 市长黄敏慧今天特地到现场参观 并且给予相当大的肯定 就让我们到现场看看今天的状况吧 嘉义市西区胡子内陆上的大鼎冷链 建筑外观相当现代感 展现创新产业的创造设计力 大鼎冷链的负责人 也是执行长的徐云鼎 以爱乡爱土的本土胸怀 去年投入新台币三亿元 带着太太陈维亚回到嘉义市扩大投资 变成一个结合专业时尚 跟观光价值的企业总部跟加工厂 所以嘉义市长黄敏慧 2021年4月6号下午 来到大鼎冷链参观专业的厂房 跟先进的设备 黄敏慧相当肯定企业返乡投资 也希望有更多的工商产业 回来嘉义市发展 繁荣大家义的人文经济 市政府真的非常欢迎 向我们徐总经理他们整个团队 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来这里投资 我们期望透过这样的投资以后 带来更多的人场 尤其在这个地方 交通便利生活机能 而且能够提升我们做一个 光光休闲的消费中心 我们台湾西部走廊的新都心 年轻积极浑身充满活力的大鼎冷链 执行长徐云鼎 向嘉义市长黄敏慧解说 强调大鼎冷链有欧盟最高食品认证的厂房 德国进口的真空贴体包膜机 从采收加工到出货 都以安全卫生的低温环境 保持最佳的新鲜度 这是因为零下21度的低温 让在现场的市长黄敏慧 感受到好像到了南北极 市长会觉得很冷 超冷的 我穿了这一件 但是 脚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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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东西应该都不会坏 对对 够新鲜 够新鲜 大鼎冷链执行长徐云鼎强调 这次能够顺利回乡投资 要感谢嘉义市政府跟市长全力的辅导 大鼎冷链会配合市府政策 做到青年返乡 产业清创 并结合科技的运用 整合水产业与销售通路 提升嘉义的观光产业跟经济竞争力 我们配合市长的市政府嘉义的政策 能够做到青年返乡 然后还有产业新创 还有所谓的科技上的运用 还有电子支付的所有支应支付的话 我们其实都涵盖在我们的企业里面 嘉义市市长黄敏慧表示 感谢大鼎冷链回家设厂 提供12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目前大鼎冷链结合了水产事业跟文创设计 以独特的建筑外形 跟各种可爱的吉祥物公仔 成为嘉义市最新 也是夜晚最亮的打卡经典 今天我们来到嘉义市的大鼎冷链 知道有非常多的创新企业家 回到嘉义来投资发展 市长黄敏慧也呼吁各个企业 回到嘉义来 继续繁荣嘉义的经济 记者罗亚文 陈文旭 吴瑞欣 故事生 嘉义报导 大鼎冷链 大鼎冷链